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今天台北股市 又來了一個震撼教育 很正常 因為一萬五千點 它是一個大關 那麼在這個地方 它可能要做上下震盪 洗盤的動作 有的人看空 對不對 那大部分人是看多的 因為散戶習慣性做多 所以這個地方 它會震盪洗盤也很正常 主要是你買的股票 對不對 如果你買的股票 它是多頭的架構跟格局 你不用擔心 是吧 但你買的如果是空方的股票 它不一定會漲 反而會怎麼樣 會跌 這一點你要小心 蝦米 你怎麼知道你的股票是多還是空 亂七八糟 叫你安裝王冠AI系統 你也不安裝 對不對 一個基本的道理 你手上的持股是多還是空 你都搞不清楚 你跟人家說你要來股市 賺錢 你完全是怎麼樣 碰運氣 對不對 老船長為什麼總是衰小朋友 運氣那麼差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也許眼睛業障重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趕快安裝 對不對 今天是8月1號 8月1號不安裝 到了8月31號 大概就走向歸零高之路了 老船長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要看 股票市場不管漲或跌 都有散戶畢業 有的誰在迷 就算在多頭格局 散戶也會追高殺低 是吧 那你看臺北股市今天尾盤 來了一個怎麼樣 對 童子敗觀音 你也可以說神龍百尾 最後暴跌18點 這個有跌跟沒跌一樣 你今天亂砍股票的人 你自己要小心 成交量萎縮到1700億 那下跌量說是好事 那你手上的股票 各位看我這個很公平 對不對 你不要對重這一邊 對重這一邊大概收盤又昏倒了 是不是 大盤才跌18點 你的股票感覺好像跌了180點 是不是 而且沒好過 那為什麼會這樣 可不可以事先避開呢 其實是可以的 對不對 我們就是 你在看老船長的節目 你會發現 我不跟你講什麼研究報告理論的 那個是研究生助理在幹的事情 就大學剛畢業或是研究所剛畢業 投信裡面就有很多這一種 所謂的操盤人 或者是怎麼樣地單人 給這個基金進入人就是你 研究員做久了嘛 就升基金經理人嘛 結果操得一塌糊塗 對不對 很少人買基金賺錢的 除非是大多頭再大多頭 像今年對不對 從一月跌到現在 去買基金至少都賠個兩三成 對不對 拿錢給人家點鞭炮 是不是 不需要 因為那個操盤的年紀都太小 沒有什麼經驗 再加上錢不是他的 他不是很在乎 而且投信有個亂七八糟規定 什麼持股要保持七成 所以投信能夠動的錢很少 被外資扒好玩的 對不對 要跑的時候也不容易跑 就是變成一個很笨重的散戶 像我從來不買基金的 講難聽一點要死死在自己手裡 對不對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老船長不需要 那你要買的話我也不反對 就是有些人真的都沒有空 就只好買基金 那你如果有空的人 你可以自己操作的人 你一定要怎麼樣 要有操盤工具 我一直講五月六月七月 現在到八月了 我跟你說 你不要最後連最後一桶金都沒有囉 那就沒有希望了 就離開股市囉 對不對 好 那股票看似簡單 其實裡面有時候學問很深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這個30 先看這邊 希望你沒有 3081 我們看一下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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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 這個電腦 常常跟老船長做對很討厭 我跟他講講話他就變這個樣子 我跟他講講話他就變這個樣子 沒有關係我們待會來處理 有安裝的朋友注意 有安裝的朋友注意 平常有遇到問題的時候 一樣把他排解掉 3081 再按一次3081 OK了 對 現在是鬼月對不對 導播 是不是因為鬼月的關係 這個電腦剛剛突然變這個樣子 沒有啦 不要亂來 3081是什麼 是聯亞 看到沒有 這是基歐股 但是我認為他的獲利不是太好 以他的股價來講 公司是好沒有錯 但是獲利沒有說很高 今天送你一個大黑棒 3081 我們看一下 3081 大盤跌了18點 你在幹什麼 關門放狗 老船長怎麼會這樣 這股票是不是在空方架構 不是喔 他在多方架構喔 你看 他在多方架構 沒有錯啦 老船長 在多方架構可以買 各位觀眾 我講多少次了 我說你要買 王冠第一根紅 最安全 好棒棒 對不對 可以避掉比較大的風險 我從5月1號講到現在 那請問一下聯亞是王冠第幾紅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有些很奇怪 12345678910 你王冠第一根紅你不買 你去買王冠第十紅 你買王冠第一根紅的話大賺 對不對 這個有模擬兩可 這都不要買 全部都不要買 這幾個月都不要買啊 什麼時候買 這天買就好 可不可以大賺 大賺啊 我這個字卡喔 我們不會亂做 你在判斷聯亞可不可以買 哪一天買的時候 多久 有1秒鐘 來看一下 是不是1秒鐘 有沒有模擬兩可 沒有 這些人今天會去買的 被關起來的 有沒有看到 關起來的 不要怨天尤人 你們沒有安裝王冠AI系統 有的話 你今天絕對不會去買聯亞 百分之1000萬 對不對 老船長講的有道理喔 好我們再來看喔 3661 各位看到沒有 四星KY 它跟聯亞一樣 有沒有漲 有啊 你這邊跑去買OK啊 對不對 賺不多 但是你這邊買 你的風險就大 這老船長跟你講的 但是你看 這整段都不要買 所以當它下跌的過程當中 跟你也沒有什麼關係啦 說真的 好不好用 可以先避開大波段的風險 要買王冠第一根紅 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有 是吧 不管是空 甚至是多的風險 都幫你怎麼樣避掉 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沒安裝 沒有其他的問題 你有安裝20歲到80歲 手指頭按一按 不要跟我講 我一開始節目 不是講什麼 什麼研究員啊 基金操盤人啊 哇他們把那個什麼 矽晶圓的上中下游啊 講得 Bling Bling的 好厲害啊 多專業啊 就操得怎麼樣 亂七八糟啊 胡說八道啊 很多觀眾會很迷信 哇這個老師喔 對於產業的研究分析 其實好透徹 那個完全沒有用了 股票最後 那種產業分析大師 到最後怎麼樣 還輸給人家設飛鏢的 因為股票它不是只有基本面 一直在講基本面的老師 一定是怎麼樣 操盤一塌糊塗的 我給你保證 所以我們把基本面的精神 因為你講了天花亂墜 你公司賠錢對不對 EPS不高沒有用 我們把它這些東西 都整合在我們的參數裡面 然後再加上老船長 帶領著會員用王冠AI系統 我相信時間久了 要賠錢很難 要賺錢指日可待 好不好 什麼我會員的股票 你不用操心 好不好 我今天我所有會員的股票 只有一檔 而且我的摳訊是所有資金 叫每一個會員 所有資金都全部重壓了 今天怎麼樣 今天盤中再創歷史新高 歷史你聽得懂 歷史你聽得懂 就這股票有史以來最高價 今天盤中再創歷史新高 我們不出啦 不出 因為它還會再漲 後面會漲更兇 跟你一毛關係都沒有 那我們怎麼做的 就當初他王冠宏的時候 我帶會員下去買 中間震盪整理洗盤跌 我們都不管他 因為都在王冠宏的架構 你懂嗎 所以股票有時候他要爆出來 股票漲了三成八成一倍兩倍 你不用爆 投顧老師都不用 他馬上就出來他都有 那都是詐騙 你不用相信 我所有會員都在看我節目 我們如果有第二檔股票 每一個會員 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如果不是請他們所有的資金 只壓一檔 再每一個人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如果今天我們的股票盤中沒有創 歷史新高 每一個會員再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到這裡全國投顧業 沒有一個分析師敢像我這麼說的 如果有我退出投顧業 所以你的老師不要再演了 拿抗訊你幹嘛 那都假的不要相信啦 叫了一百檔拿五檔的抗訊出來 各位觀眾有用嗎 沒有用 95檔掛掉好不好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叫做3529 3529 你來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這一支叫利旺 開玩笑 3529何許人也 你們知道 股價是千元 千金俱樂部 今天跌了小跌80塊 沒有跌停表現不錯 沒有鎖住 比聯亞要好 對不對 那利旺什麼時候買 來現在我們國小一年級的 利旺什麼時候買 買這裡買 這裡買有機會賺錢 你這裡買就怎麼樣 就賠錢 老船長要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王冠紅的股票非常多 我們只抓王冠第一根紅 因為現在台北股市 不是在大多頭架構 你懂嗎 要抓王冠第一根紅進去 混久一點 有機會賺錢 你不要再王冠第十紅再去買 那就很可惜了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中你好好想一想 8月1號該不該安裝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5808 08005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訊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我們來看一檔 讓投資人心碎的股票 很多投資人 他的個性是鐵齒 TKey 這個鐵夠多了 不會再跌了 加碼 怎麼又跌 他攤平 越攤越平 有沒有這種投資人 很多 還用融資買的 最後斷頭 是不是 那為什麼 因為沒有安裝 就一句話就講完了 不相信我們來看 3545 各位 3545這個敦泰 嚇死閃戶了對不對 跌死了 跌死了 反彈對不對 王冠第一根紅買進去 可以大賺 有沒有 今天已經王冠第二根黑了 3545還有人去買 我真的搞不懂 昨天就不應該買敦泰了 對不對 你今天又跑去買 他已經翻黑了 老船長前天買好不好 前天也不要買 大前天也不要買 為什麼 各位看 這個是前天嘛 王冠紅怎麼不能買 不能買 要買王冠第一根紅 我要講幾次 還是你把它洗在臉上 大概一個月不要洗臉 你就記住 我已經教你們用 王冠AI系統 我之所以創作 發明這樣的系統 第一個 我要讓20歲到80歲 一秒鐘就搞定收工 第二個 我每天透過節目 告訴你們怎麼樣使用 才能夠達到怎麼樣 更好的境界 也就是我跟你講的 王冠黑絕對不要買 王冠第八紅 第十紅 第什麼都不要買 最好就是買王冠第一根紅 而且還有老船長的 抗訊帶著你買 我沒有時間找王冠第一根紅 我帶著你買 對不對 你根本都不用去找 是不是 好 再來我們再來看1760 1760何許神聖 哇這股票今天送你個大黑K 他叫保齡附警 沒錯1760 今天會賠錢的人都要打屁股 對不對 保齡附警怎麼可以買 老船長你買後炮 你看到跌當中說不能買 我是這樣的分析師嗎 各位 老船長的原則是什麼 我知道 多方架構王冠第一根紅 那來看一下 你國小新來了是不是 這裡王冠第一根紅 要買買這裡啊 買完大賺賣掉之後 我們再找別隻 這個就打差不要買了 至於要賺多少是你個人的感覺嘛 老船長也會帶你出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今天去買保齡附警 昨天去買幹什麼 買來給他套啊 是不是 這跟他的基本面壓本面沒有關係啊 我管你是不是什麼 什麼這個 生化股 生技股 都不重要 那個都不重要 公司有沒有賺錢也不重要 對不對 你就照著這個方法做 你看哪一檔不賺錢 你告訴我 我剛剛講那麼多檔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恭喜大家 有買2031的 綠的講完講紅的 今天第一天星光鋼又翻成怎麼樣 王冠第一根紅可以買喔 這可以買 我先跟你講 星光鋼 2031 這個可以買 星光鋼今天是可以買的 再來2014 2014中鋼今天鋼鐵股很壯對不對 中鋼今天買不大好 這一天買比較好 你懂我的意思嗎 再來我們看快一點 節目時間有限 2476 2476 我們看一下 今天很多人跑去追2476的巨響 我們請導播拉最近 有沒有 今天很多人去追巨響 2476 老船長我買這 買這裡恭喜你啦 好不好 買這裡我就不大恭喜了 對不對 賺幾毛錢鎖住 第二天如果沒有開高怎麼辦 對不對 那老船長我如果安裝王冠AI系統 我要買巨響買哪裡 買這裡啊 起漲點 哪一個好 你今天巨響去買漲停板的 你以為你很厲害嗎 你會發現每一檔都一樣 我講過了科學就是反覆的實驗 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那叫科學 如果只有一次兩次那叫註戲 聽不懂嗎 我的節目從5月開始 王冠AI系統的誕生到現在 多久了 我講法沒有改變 我以為下那一名 這就是科學 很多觀眾不信邪的 我自己最厲害 就自己最後怎麼樣 你講暗然的離開股票市場 為什麼 個性 你可以看你周圍 你周圍這些散戶朋友的個性 你跟他講他都聽不進去 他自己最厲害 其實他是輸錢把錢輸光最厲害 所以成功的人有錢的人 很多都是很謙虛的 你講我聽看看 他心裡面大概知道你在鬼扯胡亂 他也不會拆穿你 但是如果你跟他講 我跟你講這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隨便你舉例子 讓你隨便挑任何一檔股票 我們都用王冠AI系統給他看 他一看 這是有科學依據的 那人家會認同 所以我相信很多有錢人 他們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其實人家家裡面有安裝操盤系統 只是你不知道 他也不需要告訴你 當你跟他講 哪一支股票不錯可以買的時候 他回家一看空方架構 他心想我聽你在放風箏 對不對 聽你的就是勤鬼拿藥單 請貴拿藥單 對吧 好 再來 1568 這很彰的最近 對不對 今天又漲是不是 倉幼 什麼時候買 小朋友都知道買這裡 對不對 只要在王冠宏的架構 你要報多久 你覺得獲利的這個 你的滿足點到了 也都可以出沒有關係 我只是告訴你 你這一檔就算你 譬如說你進了以後賣掉了 沒有關係 再找下一檔 你也許報不到這一天 沒有關係 你可以找下一檔 不會每一支的王冠 第一根紅後面都是先平一段時間 沒有這回事 你聽得懂 老船長都是講真相 你在操作使用操盤系統的時候 你越是怎麼樣 看我的節目你會操作的 越得心應手 你賺的錢就會越多 好我們再來看最後一檔 6527 在家裡面有安裝的 跟老船長同步看 來 這個是最近最棒的明達一 再創新高 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人去追 有啦 6527今天有人去追的 家裡面很有錢的 沒有關係 也不怕套牢的就去買 我不是說你買738 一定會套牢 我沒有這樣講 只是你套牢的機率會很大 他掌停鎖三張 這個明天就比較阿彌陀佛 對不對 需要今天去追嗎 各位觀眾需不需要 老船長他開這麼高 殺下來我們又不敢買 讓他去踹新高 快要掌停我們又追進去 又打開來 有當衝客又殺在這裡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盤中很忙 對不對 你把系統安裝好 買哪一天買這一天 買這一天起漲點 對不對 這個可以造假嗎 各位觀眾 買這裡好不好 好不好 老船長我沒有安裝 沒有安裝是你的事 買這裡的 我們請導播照近一點 這裡 看到沒有 這裡買這裡 買這裡 再看一次 沒有錯了 那一天你也看不出來 他要大漲 但你不需要看出來 因為他王冠第一根紅 買下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觀眾很可惜 你說錢有沒有 有 很多散戶很有錢 但是他用10年 或是20年的時間 把他的錢在股票捐出去 在股票市場捐獻出去 甚至有些你說你要不要捐給一些孤兒院 或是什麼老人的安養中心 一毛不捐 一毛不捐 開什麼玩笑 我賺來的錢 我幹嘛捐 社會善事一毛都不做 然後怎麼樣 股票輸了上千萬多的事 我看多了 你叫他捐一千塊一萬塊他都不願意 股票輸完心甘情願 有些人好奇怪我也搞不懂 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大概是覺得沒有萊生 也沒有什麼天堂地獄 不用做點善事 對吧 那你如果說 這些錢都不要輸掉 甚至你在股市 你可以有機會賺很多錢 對不對 那時候我請你再捐一些 可能你就願意了 對吧 那當然這是每一個人想法不同 你看像周潤發 他很願意捐 他財產幾乎都拿來捐 對不對 對他說他錢帶不走 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很多人到死之前 哇我不要 抱了幾千億 然後怎麼樣 一毛帶不走 那怎麼樣 你不如死前幫一些窮人 人家每一年還感恩你 搞不好還去祭拜你 對不對 都走了都帶不走 還在那邊 所以說 在題外話 不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生其實有很多面 你有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各方面 你不要把所有的精神 什麼全部都灌在股票市場 然後你幾乎都是輸 你最後把每一個面都搞砸了 婚也離了對不對 工作也沒了 是不是 然後也破產 沒錯吧 那其實你只要做一個動作 你就是安裝一個好的操盤軟體 那剛剛我說的這些風險 你是不是都可以避掉 鐵證如山 你這些風險都避掉 你告訴我你多會輸 不可能 你今天會去追這個嗎 這個最強的對不對 你會去追嗎 你不會嘛 你就會改變你的操盤的怎麼樣 的習慣了嘛 你會買這裡嘛 對不對 也不是說你多厲害 你會買這裡 是因為你有安裝操盤系統 你懂嗎 你就不會買這裡的嘛 因為一檔股票 它不是直接就砰這麼高了 它是慢慢漲上去的 你聽得懂老船長的意思嗎 會直接砰的 那是因為股票 剛剛掛牌上市櫃 聽得懂嗎 還有新櫃沒有漲跌幅限制 正常來講的話 它都是有個階段性的嘛 你就買王冠第一根紅嘛 對不對 等一下今天是8月1號 等一下你要不要拿電話 對不對 5月1號我問你 6月1號我問你 7月1號我問你 隔了三個月 今天8月1號的第一天 老船長問你同樣的問題 你有沒有智慧跟勇氣 拿起電話 安裝好 明天開始你就是股神 一秒鐘你就是股神 任何一個什麼世界級 多厲害的跟你講 什麼股票 你手指頭按一秒鐘 你就知道聽他在唬爛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多方架構 有些王冠第一根紅 就押房子買 怕什麼 你準備好了嗎 8月1號 不要說老船長沒有 很強調的 請你打電話進來安裝 明天早上 我希望看到你的桌上 有王冠AI操盤系統 開始撥打安裝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